卡住 把這個放起來 這個放我不要卡住 民眾頻頻提出改善建議 因為永豐路398項 銜接甲堤路的路口 時常發生車禍意外 頻率之高讓民眾膽戰心驚 常常耶 沒有辦法說哪時候 常常就會上下班時間 也比較長這樣子 人家說前天就發生了 前天三件 大家感到要跨年吧 這個路口平均一個月 就會發生三起車禍 追根究底 原來是甲堤公園的圍牆 阻礙了行車視線 再加上巷口的大水溝 沒有加蓋 機車騎士衰落的事件 也實有所聞 來新郊那邊 那邊要過來 進本要看那條行李看不見 在這邊行李 38-38行李看那邊 要轉彎那邊 要左轉 要左轉也看不見 所以說西雄在這裡發生事故 速度放慢 後面的車不知道他要再擋 馬上就撞上來 所以幾乎機車都會翻下來 所以民眾的乘情就這樣 非常多 那現在林長住在這一林的也來了 他說這個事件太多 也拜託我們一定要解決 這車可以這樣換 那邊用處 接下來 關心民眾的交通安全問題 台中市議員李立華 邀集第三河川局 公園管理客人員前往會看 希望找到解決辦法 希望說這裡這個腳打掉 然後這個路面 也做一個水溝 做一個夾蓋 然後路面拉平 讓他們拐彎的人 在行車上比較有保障 關於這個道路口銜接的地方 應該要怎麼樣的寬度 或是截角等等 要多少的那個長度 還是要跟相關單位 專業的那個交通規劃單位 來一起來會看會比較好 相關單位認為 道路問題仍需請交通部門 來評估規劃 因此希望再會看一次 而這個問題何時能解決 就看政府的行事效率 記者微停 台中市報導